其实大家会对这个中风丸 会半边痰瘫或面部半瘫 或者是口指不清 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印象 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些症状 大家比较容易去记得 因为它跟正常就是有明显的不一样 会产生这样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颜面的神经 嘴巴的神经 都是从脑部来控制 那常见的脑中风的位置 第一个就是在肌底盒 就是我们脑部在控制运动 最主要的地方 那所以所有全身的运动 都会经过肌底盒 包含脸部跟够音跟咀嚼 所以肌底盒一旦产生中风 不管是缺血性或出血性 你的控制脸部的这些肌肉 就会产生问题 但是由于脑中风通常是单侧表现 所以你不会完全上司 控制讲话的肌肉 所以你还是可以讲 但是因为控制不好 就会变得含糊不清 所以说口齿不清 或是讲话歪一边 流口水 这些其实都跟单侧的症状比较有关 几率来讲 左脑发生中风 跟右脑发生中风 应该是一样的 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 但是如果你家人或是朋友 不信中风是发生在右脑 你很有可能听到他的表达 语言表达 还是相当的清楚 并且准确 也就是说他可能理解没有问题 表达功能也没有问题 他只是咬字有问题 但是同样的状况 如果发生在左脑 那他的语言功能会下降非常的多 那就是因为左脑是优势大脑 也就是说 左脑发生了中风之后 病人有可能语言功能受损 那第一个表达可能是 他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你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 他可能想讲又讲不出来 所以这两个最大的差异 就在于 右脑中风的患者 其实还是可以用语言表达沟通 但是左脑中风的患者他可能这方面的功能会下降很多 那就会变成除了扣持不清之外 他的表达障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临床表现 并且可能是未来复健需要加强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